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 邱平向著孟神通 飛出三個兵魄神誕 誰知被孟神通一手 立在掌心上 跟著搓碎了 邱平夫婦 這一經非同小可 於是一齊搶上去 用了兩招 就是冰川劍法中的精華所在 一齊對付孟神通 嘩這兩劍啊 真是威力其大 雙劍齊出 劍花楚樂 簡直好像雙雪紛飛 充滿龍東肅殺之象 但是孟神通 這種新的手指一彈 撐一聲 將兵劍彈開 跟著大喝一聲 將兵器和老夫留下 兩隻手指一彈一扣 就用硬搶優平的寒兵劍 幸好陳天宇來得快 一招千山樂業 誰知被孟神通閃開 陳天宇跟著又一招冰城炸裂 只聽到劍尖震動 嗡嗡聲響 萬神通背心的龜狀 原書 豐虎 楊寧 這些穴賴 都在他的威脅之下 萬神通一聽陳天宇 劍尖震動的聲響 知道對方功力不弱 唯有馬上放開優平 反手一罰 實在招佛魂首 這是一絕技 立刻把陳天宇強格的攻勢 完全瓦解 這個萬神通竟然不為兵彈兵劍 陳天宇夫婦 尚尚大氣 原來萬神通所練的修羅陰殺弓 那是後天一種陰寒之氣 而兵彈兵劍則自然的一股奇寒之氣 如果後天所練的功力未到 當然抵抗不到那股萬在寒兵的奇冷 現在萬神通已經練了第七重 而優平這把兵劍 劍則不如的主人冰天村女那把冰魄韓光劍 因此傷不到萬神通 但是萬神通亦都很吃驚 他節連犯了三技砧空掌 雖然將陳天宇夫婦震退 但是見到他們看漏如魚 那個只是功力不及的緣故 而他們的面色就未曾出現 還在修羅陰殺弓 應有那種慘白的顏色 原來冰川天女在受他們冰川劍法的時候 也教了他們抵禦其寒之氣的套納功夫 這種功夫用來抵禦修羅陰殺弓 就有幾分效力 就是說萬神通在八招十招之內 將他們兩夫婦擊倒就沒什麼可能 但是萬神通的功力究竟遠遠超過他們 十招一個陳天宇夫婦就感到應付艱難了 萬神通的掌力非常之強 壓得他們透不過氣 一方面招命流汗 一方面又漸漸覺得 衣的身體好像冷了 他們唯有扯著寒冰劍 但是只是擋不住萬神通的修羅陰殺弓 萬神通一看自己佔了上風 跟著指著優平喝 吃得厲害了吧 你快點將這把劍獻上 再說明是誰指使你來的 老夫或許可以手下流情 如在還空我就要施展殺手 優平突然間 將嘴唇一撕 口裡面發出一張長燒 萬神通一見他這種風就喝了 你扮什麼鬼怪 其實優平就不是扮鬼怪 跟著一揚手 以天女散發的手法 吐吐吐吐吐吐吐 飛出六粒的兵拍神彈 分別打萬神通的六道大穴 萬神通雖然不怕 但是也不想被兵彈打中穴 我都很惡頂 唯有馬上手指連彈 將六粒兵彈全部彈開 碎裂成了粉狀 引起了滿胸的寒霧 你就是這樣一遲了一遲 陳天與夫妻就相見聯防 面向著萬神通 身形已經向後推出了十幾步 萬神通一看他們夫婦的婦 想走了我就說 你還想走嗎 跟著整個人飛起 閃眼之間就追上了他們 掌力推動 直接好像排山倒海 洪湧而離 陳天與夫婦被他震到搖搖搖搖搖 簡直好像一葉烏洲 在驚討海浪之中掙扎著 萬神通這陣正想施展殺手 說事前那時快 聽到一聲長燒 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就叫了 陳公子你不用怕 我力聖男來了 萬神通一聽心頭一陣 他聽出這個力聖男的聲音 亦聽出他以前來過孟家莊的那樣的黑衣女子 心想 果然是仇人的女兒 但因為 萬神通當年暗殺了力聖男的父母 搶去了力家的武功秘笈 這樣才練了今天的修羅音殺功 所以他對力家後代的故技 遠遠勝過亦眾謀曹錦而今世為等人之上 這陣在力聖男的背後 亦有幾條人影跟著追過來 而此追過的人紛紛在那裡叫 女賊你看你走到哪兒 忽然間聽到哎呀一聲 只見力聖男反手一仰 萬神通一個弟子劈 嚇一聲就踏了落地 萬神通吃了驚 心想 咦 這個臭女 梅花針居然可以在三帳之外相忍 這份盈悅的本事和來家功力都算不錯 他現在不過二十歲左右 再過多十年八年過五種得了 必須趁早將他剷除 萬神通這陣起了斬草除根的念頭 馬上就暗運員工 凝聚真氣準備力聖男一挨近 即死殺手 萬神通和滅法和尚練功的地方 是一處秘密所在 除了他的大帝子漢洪和二帝子吳蒙之外 其他人就不知道師父在這裏 這陣子他們被力聖男引入了這座花園 突然發現師父原來都在跟敵人動手 這班追兵就料想這女賊這次插役得難飛 居然停了腳步就沒有追 接著就七嘴八舌都吵了 天神派個姓李的女孩子是被他劫走的 還有一個女賊將二師哥打傷 就是昨晚逃走那個 還有楊師叔都受了傷 師父你小心啊 這個女賊的暗氣很厲害 後悔都發現一個小賊 他放火燒了我們的莊 孟神通的聽過那幫弟子這樣說 他害怕 他特別害怕的是還有一個女賊 就是昨晚來那個 他知道 這個不是第二個一定是他女谷之話 你就說這陣子聽到外面 讓赤父露叫之聲 孟神通馬上惡膏頭一望 馬上看到兩條人影 噓噓 飛個圍牆站在面前 孟神通的眼光很厲害 立一立就認出一個是李心梅 另一個正是他的女谷之話 孟神通當然怕李心梅走出去 他會洩露他的秘密 但是 歷姓南 是他仇家的女兒 他都絕對不可以放他走 那就先對付誰呢 一時之間就打不定主意了 這陣子陳天宇 夫妻趁此時機 雙劍一衝 立即退走 邱平發出一把冰箔神蛋 孟神通就頂得頂 那幫弟子怎麼頂得頂 馬上有幾個功力比較弱的 竟然冬到啪啪啪啪啪 他在他第一道猛地打震 說算是前那時快 陳天宇夫妻 和力勝南已經合在一起 一個轉身 飛身跳上牆頭 力勝南回轉頭笑著說 哈哈哈哈 孟老賊 或者後悔有期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的 就在這陣子 滅發和尚和孟神通幾乎同時發動 滅發和尚就叫了 我看你將我姓女的死妹頂捉回來 那他自問就贏不到陳天宇的反隔 故此就搏面要去捉李心梅 讓孟神通專心對付陳天宇夫妻和力勝南 孟神通雖然就不想滅發和尚去捉他的女兒 但是轉念一想 滅發和尚絕對不敢傷他 而眼前這個力勝南一定就不可以讓他走得掉 所以這陣子雙方的身形都快如閃電 暫眼之間 孟神通已經反出了牆頭 被滅發和尚更快一步 追到了敵人 他一伸手就向力勝南插過去 啊 怎知道在這個電光火石的瞬間 只聽到砰一聲 好像有什麼東西炸裂一樣 突然從力勝南的手上飛出一團煙霧 煙霧中就夾閘著無數小如牛毛的棉花針 發出嘲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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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響 孟神通心裡有一陣子 啊 我差點不記得力加的大毒暗氣 雖然他已經練成了金剛不懷之軀 還算是有毒的暗氣都拿不到他的命 什麼毒煙是更加迷他不了 但是 若果被煤花針打進了月裡 要運用內光把我逼出來 就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 更何況如果自己的血 一旦染上了這些毒 最快都要調教十天半個月 就在這一瞬間 他馬上向後反出地上院 直情化如閃電去似經標 而且人在半空還發出一記最強的砧空掌 掌風激蕩 無散煙燒 而夾在煙霧中的那一站煤花針 都被掌風抑掛到那裡 原來這個暗氣的名稱 叫做毒霧金針烈焰彈 是喬力兩家家傳的打毒暗氣之一 因為在彈丸裡面 包著無數小牛霧的煤花針 而且還藏有火藥 這種暗氣打出去之後 立刻自己炸裂 不單止有毒火噴出去傷人 而那大堆夾雜在煙霧中的煤花針 更加難以躲避 不過傳到力聖南的老爸這一代 配製毒煙毒火之法已經失傳 所以這個彈藥炸開並沒有毒火噴出 那些煙霧和煤花針其實是沒有毒的 這件事孟神通就不知道 但力聖南出手的時候 他也估計這一招都傷不到孟神通 但是想不到這麼厲害的暗氣 竟然被對方平空一掌 達到煙笑雲散無中無影 但是孟神通被他這樣擋一下 陳天宇夫妻已經逃出十幾像元 就在這陣孟家的火勢已經冒出頭來 烈焰狼煙 在很遠的地方都看得見 這把火是誰放呢 江南 江南的武功雖然不算高 但是他最近學會了金世維的點閱手法 孟神通的弟子被他點倒了幾個 最得力的大弟子漢洪 早被邱平的兵魄神蛋所傷 於是沒有人制服到江南 這傢伙放火現在放得興起 竟然接連點六七處火頭 孟神通的二弟子吳蒙氣急白衛走過來 見到師父的背影遠遠就叫 師父 糟了 快點回去救人 孟神通的渴 究竟救火還是救人 火已經有人救了 我請師父回去救人 原來金世維所傳的點閱手法很古怪 莫可說是吳蒙之輩 就算是楊赤符都沒有辦法解開 吳蒙見到師叔都觸手無策 他時間久了都沒有辦法醫治 於是放開來 走出去 孟神通聽說弟子受傷 而他手下的大弟子竟然沒有辦法治救 一時之間 又不清楚受的是什麼傷 都難以有少少驚恐 孟神通的門人弟子雖然眾多 但是江南點了六七處火頭 急切之間 哎呀 怎麼可以撲得滅呢 還有兩三處的地方 火勢就越燒越大 孟神通眼看著火燃衝天 耳仔又聽到弟子的背人在鬼殺這麼做 叫救命 哎呀 就算他經受過大風大浪 這陣都意亂心煩 他暗中就想 哎呀 難道我的臭女兒真的邀請了什麼 孤手來 傷了我的門人 連楊師弟都沒有辦法解救 看來這樣的宣誓 怕來的人數不少 這陣陳天宇夫妻和力姓南 早就逃入臨終 背影都看不見 憑著孟神通的本事 要追上去本力還來得及 但是現在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哪有心情去追 加上他想到力姓南的暗氣厲害 優平又有一把奇怪的寶劍 陳天宇的功力也不弱 自己就算追上去 以一敵三 都未必有必勝力把握 何況他更害怕 又比他們更強的敵手 潛放在他家當中 想來度去 唯有放棄力姓南 先回去救弟子 而另一邊 滅法和尚去追谷之華和李森梅 這兩個小妹的輕功本事和滅法和尚就差不多 一路追到樹林深處 滅法和尚才忍忍的約見到他們的背影 谷之華就聽得出 後面追來只有滅法和尚一個人 估計他老爸沒有追來 一定是被力姓南他們纏住 心中就少了很多顧忌 接著對李森梅笑著說 我們給後面這個老套爐 一些理由去看看 李森梅日前就被滅法和尚生琴 還要困一個麻包袋 唉這管的悶氣正想發洩 好了 那兩個人聽到滅法和尚的腳步 一路追到過來 在樹林裡面特意繞了幾個圈 看對了一次地形 一起跳上了一棵樹上 那個滅法和尚追到來 突然間不見到兩個小妹的影 一心想 我跟著腳步追來 沒可能一下子走到無影無蹤的 那他經驗就很豐富 但想不到他們不是躲在那些芒草裡面 而是躲在樹上 正在那四圍抄 突然間天空一聲嬌蹊 哇 亮度劍光 好像閃劍一樣從冠孔中刺了下來 這隻滅法和尚手中沒有鐵拐 不敢硬折 谷之華和李森梅的長劍凌空擊下去 左右摘來 哇 內勢又這麼快 這隻滅法和尚哪有閒時間看四周的地形 唯有施展魂裡倒翻的功夫 一個關斗向後倒翻出去 誰知道後面只有一個臭水灯 上面是蓋上了一些負葉看不出來 真的要用心看才能看得出 下面有一個臭水灯 那這樣的臭水灯 來那棵大樹藥貓三象左右 谷之華早就看對這個地方 估計他會施展這招魂裡倒翻的功夫 他一反一定就會掉到這臭水灯裡面 哈哈 過不其然 烈法和尚向後一反腳下來那一刻 也踩怎麼那麼軟 糟了 處處處那時快 谷之華李森梅兩把長劍 好像追風閃電一樣殺了過來 烈法和尚有絕頂的輕功 在那些浮葉裡都不可能一躍而起 就算他躍起來 他剛好就控著頭去捱劍 就在這個生死憂慣時刻 哪讓你有時間去想 見到兩道劍光交叉剪到你 突然聽到啵聲 滅法和尚突然不見了 原來這個和尚迫於無奈 唯有施展千斤罪的重身法 索性整個人沉到泥騰裡面 因為來得太快 就好像在半空中消失了這樣 李森梅疾了一下 谷之華突然覺得腳底正在震動 他大叫一聲 不然 馬上站著你的心 就吞口了 然後聽到好像悶來的 一聲巨響 臭水灯裡面那些腐葉 爛泥 掀起成象高 那滅法和尚 整個泥秋 突然在臭水灯的另一邊 衝天而起 哎 這個和尚一輩子 那滅法和尚的臭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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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劍刺出 誰知劍尖被他震歪了 滅法和尚伸出 整首泥的手掌 就來搶他的長劍 誰知走 各位 走什麼呢 不說了 夠鐘了 各位 你也讓我休息一下 各位 肉之口是如何 明天 再講 好